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星期四的新聞聯播時間 大師 常公子 繼續有讀者留言 補充那件事 看看你覺得對不對 都是蒙古的問題 其實那個人說得不對 蒙古人是長生天崇拜 是某一類的一神教 那些什麼都拜的多神教 是薩滿教 難道古詩人信的不是蒙古人信的 蒙古人信藏傳佛教是因為八思巴向蒙古大漢宣傳 所以才慢慢轉入元朝社會 而四大漢國多數變成信奉伊斯蘭教 因為伊斯蘭教和長生天對真神的形容很相似 很多蒙古人都認為真主安拉即是長生天 是不是這樣呢 我對長生天就認識了很多 我知道他們是長生天 所以之前我講過 長生天的名字我講過 但問題就是我一直都認為長生天是一個比較原始的宗教 所以比較多神天 但我又不太敢說 關於通古詩 通古詩類似西伯利亞那些全部都是通古詩的 那些人都是拜長生天的 這些類似伊斯蘭教的時候 其實是猶太教 伊斯蘭教起的時 阿拉伯本島就是大家拜一個 很多民族不是很分的 很多不同的民族 伊斯蘭教就是把民族的神整理出來 是 整理了之後 阿拉伯本島是比較相似的 至於是元朝呢 究竟是甚麼時候 他說後來拜伊斯蘭教當然是對的 可能是蒙古英國那些 那些是全部相信伊斯蘭教 但在我心目中的時候 我一想的時候 我沒有想過四大韓國的問題 我只是想過元朝 元朝就是拜佛教 就是這樣 那四大韓國一定是拜伊斯蘭教 因為發展來現在也是伊斯蘭教 他本來不是伊斯蘭教 但當時他是統治那些人民 其實蒙古地區是replace 伊斯蘭教 所以他統治人民本身是信開伊斯蘭教 是的 有一個讀者可以澄清一下 他說監獄内賣包吾一千元 常公子不是吧 這些地下秩序是指官方 還是一些囚有 當然是囚有 你也說了地下秩序 現在監獄的透明度也挺高 如果有這些事一定會有人舉報 試一下舉報 這樣說我沒有 我也是道定途說的 第一 我為一個網友 是在監獄署裡做的 在懲教署裡做的 我想 你在這個世界上 你也不可以 懲透明度那麼高 那你究竟在懲教制 會不會懲透監獄 會不會懲透監獄 加陸透明度 那監獄什麼都做不到 我想這個是不需要特別的証明 是的 但是這樣說 嗯 煙一千元包 你知道一樣的基本知識 就是在監獄裡面 是沒有錢交收的 是 你沒有錢的 你只是一個數目 記帳 記帳 OK 那一千元包煙 其實就是現在給你煙 你在外面飛 你家人飛給我家人 是 明白嗎 那些東西 就是監獄的價錢 你在監獄裡 可能是十元的東西 在外面要飛一千元 是 我給你那些東西 資源是有限的 OK 所以一千元包煙 不是在監獄裡面交收 不是說 現在我給了一千元 你給了一包煙 是 這是基本的原則 其實是非錢的 OK 就是這樣 還有記帳的東西 你就喜歡記帳 是啊 所以基本上 我看不到 我請你吃支煙 可以嗎 我請你吃包煙 可以嗎 其實我講監獄的問題 就是非錢的問題 是啊 還有一個記帳的問題 價格可升可升 要玩你就一定可以 好了 下一個網友 他說常公子 報道錯誤 不抵給大師說你 確實有問題 他也是講回 人權法案的條例 第三條的問題 因為第三條裡面 就沒有講過 第三條就是這樣說 他說 不得私以學刑 或不人道處理 亦不得未經同意 而私以試掩 基本上跟什麼沒有關係 基本上跟吳展示編號沒有關係 他的意思其實 他的意思是 他不是說根據人權法 他只是說 他不只是編號 是沒有違反人權法 所以他就是 negative 這樣轉 但問題就是 應不應該展示編號 其實他那句話 應該大約是 因為 要是跟人權法的私隱權有問題 OK 我展示編號 不是代表你知道我的名字 其實他大約是這麼說 我展示編號 就是 起不了底的 理論上 對 理論上 你只是知道 那件事到最後 你都要 refer to 警務署 你才能知道 那個人特理的那個人是誰 是的 解釋了警察的特理 如果你知道的編號 就可以知道警察的身份 即是說 已經的資料外洩了 是的 如果我在網上 我打過編號 就是警察的身份 即是說警務署的 機密資料外洩 即是機密資料 我首先不說 他和不同意 即是他一招 要展示編號 他不是警察要展示人名 是的 他只是說警察要展示編號 即是有記認而已 是的 至於是否 我相信 這個legal point 就是我們要 再想辦法 看看 究竟整件事是怎樣 我未想到 我未知道 究竟應該是怎樣 但首先我們要知道事實 那件事 他的說法 究竟現在不是 指示人名 指示編號 是否有問題 所以就要就著這個 argument 去 argue 即是要先 這件事 因為這件事 有少少 和社會氣氛有關 即是我們 盡量 希望那件事 實事求是 實事求是 不要有太多政治 事實 比顏色 是的 即是問題是 你展示編號 本身 是否一個起底 這已經是一件事 是否喜歡起底 是否喜歡起底 所以現在 即是說這個法官 至少他沒有反對過 是起底的問題 以及是 展示編號 以及展示人名 是不同的 而且最後 法庭都裁定了 是不可以起警察底 是的 即是以後的行動 應該要展示編號 是的 因為以後 如果你再起警察底 一定會犯法 即是去年的時候 有一段時間 就沒有法庭有裁決 是的 我們看看之後發生的事 好了 我們澄清的事情 就完了 我們進入了今天的話題 本港昨天12宗 上升位數 接下來下午 就會公佈 超過20宗 這是一個大的爆發 即是真的一個 彈了上去 昨天的個案裏 最短目的是 有一個上市公司的女主席 灣仔跳寫家舞 大家都知道 灣仔都記得這些社交舞 是很開心的地方 不知道會不會在這個上流社會爆發 因為社交舞群組都很大 就是跳很多是社交舞 那裏大廈我經常去 不過幸好近來沒有去 我知道你在哪裏 很多跳舞 不是 那裏有很多什麼 三雙大廈 三雙大廈 很棒 我們經常在那裏吃飯 那裏的兒子很棒 他的身材很棒 不,放他跳舞也是 當然 他們真的是跳舞高手 另外 下個星期 記者招待會 陳少子也會說 小一至小三是停貨的 停止面仇 都合理的 幼稚園和幼兒園停了 小一至小三停止面仇 都正常 因為現在又剛剛撞到個大法 袁國勇出來說 其實他說 最重要的地方就是 他說不能停止 這件事 很難停止 如果你有病徵的人 你不肯檢驗 就很大件事 現在政府都好像慢慢強制 他都說檢測不是人權 還是檢測不是什麼 他好像都轉了很多 轉了很多 即是說你有病徵的話 你就一定要檢測 強制性 因為之前發生的事 就是你去看雙風感冒 你檢測不檢測 現在政府一定要檢測 現在政府一定要檢測 否則醫生可以上報你的名字 就去看衛生署處理你 除非雙風死也不看醫生 我怕現在這樣說 真是雙風死也不看醫生 他怕檢測 他怕檢測 那就先拘捕 吃著一些承藥 所以要全民檢測 但全民檢測又沒什麼用 全民檢測要是你快做 他正在說大陸的車市 就是幾天之內 真的將整個城市封鎖 探人做 應該是用這個方法才可以跟隨 幾天之內 全市所有人停工停學 做檢測 這個情況 如果不是就沒辦法 你說過了 世界上其他地方大爆發 美國18號交出了17萬宗 加州就開始消禁了 根據不是很安定的網站 有些人說是19萬多 應該是再新的 19號 總之就是一個很驚人的數字 可能跟早前的總共選舉有關 加州開始實施消禁了 晚上10點到早上5點 進入拜登的時代 加州當然是拜登的地方 美國已經累計了 1160萬人感染 25萬人死 也沒辦法可以停止 除非疫苗到 至少今年不行 今年我覺得 如果他這樣做 他應該是要1400萬人埋單 他現在已經是1200萬人 或者有些計數會超過 1400萬人 你應該很樂觀 應該會這樣爆上去 我想都很厲害 因為是冬天 因為現在已經證明了 冬天對這個疫苗更加活動 意大利也實施了消禁 但是一天也破頂 交了36000種出來 已經消禁了 除了上班上學 晚上10點之後 城市也是消禁了 為什麼呢 我也不知道 外國人是真的不知道 消禁了也繼續出去喝酒 沒錯 但是東京和韓國也都破頂 日本只是東京都 都交了500種 那些旅遊氣泡都不用談 不是從新加坡嗎 嗯 不是從新加坡嗎 我知道 日本和韓國都很緊 都是華人社會比較好 對 好一點 好像中國台灣和香港 好一點 所以我覺得台灣和中國 應該跟香港參加 但是日本這樣很尷尬 因為剛才二位先說 一定要舉行東京和韓會 明年只剩下幾個月 一定會舉行東京和韓會 但是再大聲一點 好一點 好 嘉義偉和奧委會主要見面 明年一定會預期舉行東京和韓會 現在的情況會比較尷尬 因為只剩下幾個月的時間 我希望疫苗到達 那些人強迫一些 強制性的運動員 全部打疫苗 日本我們早前都報道過 他將會和全民免費打疫苗 國家買 然後每個人都不用付錢 我想全地球都全民免費打疫苗 但我不知道印度和北京是怎麼搞的 是不是 你覺得香港也全民免費打疫苗 美國也是全民免費打疫苗 否則你不能搞 這句話是你說的 香港全民免費打疫苗 大家聽著 如果中國要去打疫苗 全世界都打疫苗 難道香港不是全民免費打疫苗 你不能搞 你也一定要搞 對嗎 與香港的財力負擔得起 你完全負擔得起 你說印度和巴基斯坦萬加拉爾 不要說 印度可能要自己發明印度藥才可以 中國是藥物大國 所以中國有辦法可以大規模做到一些廉價的藥 應該是做到的 印度我就懷疑了 我們在等中國新一輪的藥物 就是疫苗的報告出籠 鍾南先生昨天說了有效率 都不給輝瑞的差 基本盡快就看到了 另外 昨天也說了 酒店的限聚令四人 或者限聚令的法律框架 都坚然去應用在酒店和雷館身上 都是對的 但是業界又提出部分豁免的情況 例如婚宴 你又覺得是否合適 當然是否合適 有豁免的 之前也有豁免的 現在有豁免的 業界是甚麼 九占業界 出來說是對的 但希望有豁免的 就是這樣 這些就是很不盡公民責任的人 因為這樣 你只是看見自己拿來衰 你自己拿來衰 到最後全部禁止 你經常希望自己有什麼 你自己有什麼 到最後你自己會自作自受分 現在有個香港酒店業主聯會 執行總幹事李漢成 跟食衛局見面 有些情況希望政府豁免 例如在酒店房間 有時候會舉行分界用途 在房間內進行針茶的傳統儀式 通常在套房進行 而現在時間不太長 這個不是理由 對,全部都不是理由 你針茶也可以四個人 我覺得這個不是理由 針茶只需要四個人 不是要甚麼 新娘、新郎 老爺、奶奶 老爺、奶奶 四個人而已 那誰拿茶 新娘拿? 新娘不能拿茶嗎? 不是有那些三姑六婆的 那你自己拿去 那你上頭就在另一處做 是不是? 沒有人會理由 你針茶應該四個人都做到 新娘當然是四個人做到 新娘、新娘、老爺、奶奶 這個針完茶 不是第二個老爺、奶奶 不是,你對街我進來 我可以在門口罪 沒有問題 在門口罪 我想我們不會贊成有分辨 因為你這樣也是 放些漏洞出來 一會有甚麼事賴你 是呀 自己拿來碎酒店業主 那些 所以香港的有錢人 大家 都完全沒有公民責任 真的很差 死兩個人都沒有那麼多 是 另外 昨天大家都知道 中大校內 有一些學生 舉行遊行 警務處 國安處 就由中大校園 涉及違反 國安法的活動 進行調查 因為當時有人在這裏叫港獨的口號 包括 亦都有人沿途以噴漆做刑事毀壞 校方便報警 保安部 現在就由國安處照來調查 那也對 港獨明是不能做的 你現在也要做 做到就是 現在就是警察殺入校園 校園不是一個 校園不是一個警察free的地方 昨天沒有進去殺 昨天沒有到場 那就是這樣 昨天雖然沒有到場 但是以後會到場 對 如果你這樣 你現在這樣說 以後就直到場 根本上其實就不用 因為那些人經常以為 警察不應該入校園 警察不可以殺入校園 現在你們港獨都殺入校園 警察當然會殺入校園 對 還有是不是有些送頭感覺 因為昨天的示威遊行 其實你論上去 黑山黑虎 都吹你不像 因為示威有一個主題 就是 無忘了12個在內地的香港人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是可以的 因為他們扣畫了很多天 但全途你叫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這問題是鬆頭的 我認為這些學生是可以拘捕的 最大的原因不是因為他們做什麼 而是因為你做大學生 那麼蠢 浪費了錢 做大學生 你知不知道政府一年給多少錢 不是不讓你做壞事 是不讓你做蠢事 你讀大學讀得那麼蠢 浪費了公帑 你還要去送頭 還要搞什麼 你靜雞雞做 沒有人叫你什麼 你是浪費公帑 浪費米飯 你應該直接去坐牢 我自己是浪費米飯 因為我培養你去做大學生 做什麼時候 你就算這樣 作反 你也做一個很棒的作反的人 對嗎 我們做一個大學生 萬一你時代革命革命成功 對嗎 那你就以為你的大學是剛中要做 但現在的問題是 你們不是 是一群蠢L 即是說光復革命時代革命之後 你也沒有反應 就是做炮灰的 那這些是否應該刪除 我就譴責他們送頭 沒有必要的 那件事搞不成功 做大學生 讀到這樣 現在大學中大 真的是垃圾學校 真是 神經病 都不知做什麼 你整件事有點懶有型 懶有型就是為了威 這些就是黑社會 走出去 告訴你 這個就等於那個做黑社會 被人一周看認到 過了12點 我們黑社會大了 是很威 然後翌日就抓去坐牢 明白嗎 你不是這樣認爲 就是你蠢 是啊 你讀大學 讀大學讀得這麼蠢 就無謂了 真的要收一收手 因為都講到明抓的 你哭這個口號 你說句話有沒有違 沒什麼違 我不是說 你們無望12個香港人 4個人一組 不是 你一天做一些更有為的事情 你一天更勇猛 衝進去解放軍 然後人大打 那些真是送頭 中國解放軍 其實真的是送頭 現在都送頭了 你說笑的八個字 會死嗎 可不可以聰明一點 我替你們不值得 我知道 有時候很浪漫 戴著Vsat面具 應該被抓 我想他們就有遇到被抓的身體 沒有理由 他們不會被抓 昨天這樣又行 這樣說好不好 我告訴你 這群大學生 我告訴你 垃圾程度 你便知道 有一群人 黑社會 不是 那些人 有一個大人 好像四十多歲的大人 就出名了十多個小人 有一個人得罪了他 有一兩個人得罪了他 然後就抓了他出來 抓了他出來 就批了他一身 是一年多前 批了他一身 然後呢 批了他一身之後 然後就說 一個人就跟他們說 不是啊 他說 他說我們批了他一身 他報警我們會坐牢的 不如我們把他拘捕吧 滅口吧 不如把他拘捕 他拘捕了 當然 告謀殺 老謀 法官很清楚地說 你 叫他出來批他一身的時候 你應該知道他會報警 所以你叫他批他一身的時候 你應該預料 你應該知道他是謀殺老謀 可以這樣說 明白嗎 如果你怕他報警 他要對折他 他應該預料 等於你叫他一身老謀 所以那些中大學生 蠢得連這一步都不知道 他們走出來的時候 他不知道這句 會有後果 然後出來 我就叫光復去 就是每一步 他們是野獸的智力 明白嗎 智力很低 他們出來第一步 想不到第二步 第二步想不到第三步 昨天遊行的人應該知道會被拘捕 沒理由不知道 但覺得是一個送頭式的光榮 送什麼頭光榮 他們自己 結果 不是 這件事情就是 我告訴你 全部這些人拘捕 都是當狗的 十個有九個 十個有九個 出來做的時候 從去年到今天 是沒有想過自己在監獄中的狀況 到最後又怕有什麼 然後就 怎麼辦 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你認識不少 我知道 是不是 有哪個十九個 一百個九十九個 不想到今天 而且還有一些 比較聰明 就是聰明人出口那些人 現在很多人都穿草 聰明人出口那些人 就說 爺爺不敢動你的 他們又怕美國 又怕什麼 又怕美國 又怕香港爆 這個我不否認你的說法 我完全認同你的說法 是真的 是不是 整群人都判斷錯誤 你才拘捕他們 怕不怕 我說鬆頭 他們說 我們一起鬆頭 然後下了監獄的時候 就哭過一些 是不是 就是這些 真的停一停 不要鬆頭 講到明是不行的 笨 讀大學讀得那麼笨 不要讀 明白嗎 不是說你什麼 浪費米飯 直接拉去坐牢 不要浪費學校的事 資源 我覺得這些事都很唏噓 讀大學讀得那麼笨 你又不是秘密 叫所有傳媒 每個人拍攝你 全部進入鏡頭 是把你拘捕 真的很尷尬 我不相信讀大學的目的就是為了什麼 就是為了 只不過為了示威威兩天 然後就是送頭 你明白嗎 我都說了你的犧牲要有價值 你犧牲要有價值 如果你犧牲要有價值 如果你做黃絲 你要犧牲要有價值 當你蠢成這樣 原來那些黃絲這麼蠢 就是說 我為什麼不做黃絲 因為黃絲蠢 不是因為什麼 你這麼蠢的話 怎麼加入你 用黃絲的角度就是 你這樣就是 好像皮一樣 一塊一塊剝下來 因為是支持者 但是問題就是 你沒有價值 你犧牲要有價值 就不同了 好 我們到下一則新聞 12個香港人收下 在深圳 他們家屬都收到他們的親不信 在親不信裡面 都說他們的生活很安好 三餐都吃得好 謝謝大家